大家好,我叫赵强国 我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看到我的脸,大家会很害怕吧 其实我自己也很害怕 我曾经七八年不敢照镜子 不敢在洗脸盆里洗脸 不敢看任何发光的东西 我很怕看见自己这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脸 21年前,我由一个无关端正的年轻小伙 被烧成面目全非的伪容男人 当时我在医院住了一年半 全身缠满纱布 就像一只会呼吸的木乃伊 我当时的脖子和脸已经连练到了一块 就是每吃一口饭就像吃了一把钉子 每喝一口水就会从嘴上躺了下来 在我二十年的记忆里 我认识最深的就是这一个疼 我的全身的每寸皮肤 每一根神经都呼啦啦的疼 我每天都活在噩梦里 就像我浑身的每寸皮肤还在着火 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让我死了吧 让我死了吧